郭富城女儿真容造曝光,网友大呼掌的超级像爸爸,基因真强大。 当年无数少女心目中的四大天王,随着郭富城的结婚生女,也全部步入已婚人世。 而且最晚结婚的这位,最后选择了很多人并不看好的网红,但现在人一家三口,也甜甜蜜蜜,恩爱异常。 而且,昔日男神竟是个有女万世族的爵士好爹壁,成天晒晒自己的女儿,但也仅仅是Blu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手和脚丫什么的。 为了保护女儿的目的,真容是绝对不能曝光给大众的,还叮嘱妻子除了去正规医院做检查以外,不要抱着女儿随便外出。 但逃不过无孔不入的狗仔,杠梅就拍到了小公主Chunk的正脸,集合了父母的优点,三个月大就皮肤好好,像一颗小苹果,白皙里还透着红润。 一双眼睛也跟葡萄似的,大儿圆,还水汪汪的,浓眉大眼,像极了爸爸。 而且方圆也出现在照片中,戴着一副框架眼镜,很随意地扎了个马尾,穿着也非常朴素很邻家,丝毫没有天王嫂的霸气范儿。 细看还觉得她发迹线有点后遗,不知道是不是是产后脱发的原因,她是不是逗弄着宝贝女儿?小Chunk也被逗得很高兴,眼睛弯弯像月牙,非常卡外衣。 不过虽然她带宝贝女儿小Chunk很好,是一个合格的爸爸,在当人老公方面,总是让人觉得有些欠缺。 不提和前女友分手的结合角论,一贯买买跑车对自己豪爽的不行的她,却在婚礼上花钱特别抠门,只摆了五桌,还被传是淋漓金。 出门在外,抱小孩的也基本是女方,而天王一般都双手插都特别帅气地跟在身后,发现女儿的吸引力不在自己身上时,还会吹下口哨,妥妥在家中就是个甩手掌柜。 而之前也经常不被看好的小明夫妻俩出去,疼爱老婆的她怕baby辛苦都是主动承担起抱娃的责任。 小孩子虽然体重轻,但是一直抱也是很吃力的一件事。 毕竟这是俩夫妻的事,人家两口子好着呢,还说都非常喜欢小孩,要计划筹备着再生一个,期待下小小城的出生,肯定又是颜值再高。